第247章 来一喜的卖鱼金 刘小妹听了嘟着嘴说道 她倒是会做人情 那咱二哥的店子不是没卖出去 三舍笑道 咋没卖出去了 不过是卖给合适的人罢了 我在她铺子里待了一会儿 发现呀 她是惯会瞧人的 总要叫进来的人买合适她的东西 并不骗人多买 哎呦 那个生意好得很呦 刘小妹就不言喻了 可是她似乎对三哥的话不大信 心到那个馋嘴的家伙 有那么能干吗 正常和笑道 来喜嘛 是个零饭的 那玩不错 比他哥哥要零饭 赵三笑道 他做生意能时辰待人 人家才信他 有些人呢 就眼皮子浅 贪小便宜哄人 人上诞一回两回 张大山扫了一眼院子里的男娃说道 哎 这做生意也是有窍门的 有些人呢 也跟来喜似的时尚待人 可是他太老实了 那也是赚不到钱的 这个来喜呀 虽然是个伶俐人 难得的是新政 两样都占权了 他才做得那么好 大伙听了连连点头 说确实是这么回事 菊花和清末就相视而笑 来喜可是他们留着有大用的 不说别的 那些铺面就是拖他对外租 来喜拍着胸脯说 一定要帮表哥找个好的租户 绝不让人糟蹋了这些铺面 说笑了一会儿 那鱼也撑好了 总共是130多斤 郑家人全部满意的笑了 因为逮的可都是大鱼 小的放了好多回去 连黄扇和泥丘都只留下几斤 其余的全部放回鱼塘 可以想见明年会是怎样的丰收景象 吃完饭 帮忙的人散去 一家人就忙碌起来 开始分鱼 把卖的和送人的分开装 用洗澡的大木桶 把活的鱼放水养起来 又装了些藕 第二天一大早 郑长河跟清末就赶着牛车 一起去了集上 等车停在福西杂货店门口 来喜急忙从铺子里迎了出来 惊喜地问道 姑父 清末表哥 咋来得这么早嘞 说着探头往车里一瞧 忍不住叫道 哎呦 这么多鱼啊 你们是来卖鱼的 郑长河想起三顺 对这小子的评论 忍不住笑道 哈哈哈哈 清末去给外婆和舅舅送鱼 我来卖鱼 来喜 姑父杰克就指望你了 连咱村的刘三顺也说 你会做生意 你帮姑父早些把这鱼给卖了 我家去还有好多事了 来喜就笑得一脸灿烂 对正常河道 放心 拼着今儿铺子不做生意 咱也要帮姑父把这鱼给卖了 清末听了呵呵地笑起来 挑起准备好的锣框 对来喜道 那就可要麻烦你了 我可要走了 来喜急忙让他放心 又说道 清末表哥 你去我家让我娘烧些鱼 你帮我带来 哎呦 这么新鲜的鱼 我又不在家吃不着 等我回去了 肯定只能吃烟的了 清末人笑点头 转身大步去了 这里来喜也不做生意了 关上铺子大门 要和正常河一起去买鱼 正常河见他来真的 有些迟疑地问道 你关了铺子 人家要来买东西可咋办了 来喜笑道 不碍事的 你瞧好了 说着走到隔壁 卖日用杂货的铺子里 对那中年掌柜说道 于说 难为你帮我看这些铺子 我有些事情要出去一会儿 早饭后就回来 若是有人来买东西 就跟他们说一声 等得急的呢 就先去忙别的 回头再来买 等不急的 就让他去旁的铺子买吧 那中年掌柜急忙答应道 哎 来喜呀 你只管去忙 于叔帮你看着 这大软天的 人不会来得这么早 酒来了 也是要在街上转一圈 耽误不了你的生意 放心好了 来喜这才转头 上了郑长河的牛车 笑着对他说道 姑父 咱们先去清辉酒楼 问他们要不要鱼 郑长河听他跟掌柜的 一番对答 赞他会安排 清辉酒楼 如今的掌柜姓金 郑长河经常来卖鸡蛋 是认得这个金掌柜的 毛掌柜在清辉县城 管理那儿的酒楼 平日里不大回来 这里就由他来管了 金掌柜见郑长河来了 以为他是来送鸡蛋的 不料搬出一大桶鲜鱼来 所以欢喜地说道 哎呀哎呀 这么大的鱼 咋还没到年底 就起鱼塘了咧 郑长河道 就是怕到年底 不容易卖出去 才早早的 就把鱼来卖了 金掌柜可是要先 金掌柜还没说话 来起就笑道 这么大的鲜鱼还活蹦乱跳的 掌柜的干啥不买 买来要是一天卖不完 就用水养着 也好过每天从集上买 在集上从打鱼的人那儿买来 也便宜 就是呀不大匀峻 有时候大了 有时候只能买小的 金掌柜赞同地点头道 哎 是这么回事 打鱼的呀 也不是天天都有好鱼的 郑家老哥 这鱼呀 我买二十斤 莱喜诧异地问道 才买二十斤 那不是才几条 这鱼呀 可是有四斤多重嘞 金掌柜一想 也是 就笑道 你这小鬼头 甭说了 我就买十条吧 也不管多重了 乘多少呀 是多少 八斤 你去菜市 跟张叔说一声 今儿呀 甭买鱼啦 大堂里 一个清秀的小二 答应了一声 出来对莱喜笑了笑 往街道一头去了 这里莱喜撑完鱼 金掌柜让人接了账 郑长河才赶着牛车 继续往急正后街走 到那些大户人家的门口 兜售鲜鱼 因为取鱼堂的时候 小一些的全部放了回去 逮上来的 无论是鸡鱼还是鲤鱼 酒都是大的 比如那鸡鱼 一般大的也就几两种 可是郑家几两种的 还在鱼堂里 这捞上来的都是六七两种的 当然好卖了 卖到最后 剩下的鱼虽然都不错 不过是死的 价格就要低一些 大部分买鱼的人都很好说话 也有那难缠的 比如这位穿着花丑凹子的大婶 也不知是谁家的管家男子 又或者是厨房的买办 皱着眉头 指着那篓子里的鱼说道 都死了 还有十六文一斤 这不是坑人吗 嘴里这么说着 手却在篓子里翻个不停 捡起这条 瞧瞧扔下 又换一条 又扔下 郑长河听了生气 还没等他开口 就先来洗直跳起来 冲那婆娘嚷道 哎呦 我说你这位大婶 瞧你这样 就知道是在大户人家干活的 平日里啥没见过 这鱼多鲜亮 这么大 虽然死了 可是那也要瞧是怎么死的呢 花大婶傻业 啊 咋死的 连正常河也傻业 来袭道 要是天暖和 背上来用水养着 它能死吗 还不是活蹦乱跳的 可是这么大冷的天 一个照音不好 不就冻住了 其实呀 肉还是新鲜的很 不幸瞧瞧这鱼塞 况且呀 这死鱼也是有区别的 热天的死鱼 能和冬天的死鱼比吗 死了好几天的鱼 能和刚死的鱼比吗 当然是不能比的 早死晚死 差别大着嘞 他一道死活理论说出来 邪言扯着那花大婶 义父 你咋连这也不懂的样子 花大婶被他绕得头晕 况且大清早的 听他说了半天 早死晚死 冬天死 热天死的 也忌讳 又见周围好些人围着 便忍着气道 哎 好了好了 给我撑两条 甭啰嗦了 大清早的死呀活呀的 说了半箩筐 来洗便动手撑鱼 嘴里游说道 哎 这么好的鱼 你当随便买到的 要不是死了 能卖这个价 刚刚清回酒楼 就买了四十多斤活鱼 鲤鱼二十文一斤 草鱼和鲤鱼十八文一斤 都不还二价 他酒楼一天 也用不了那么些鱼 想着再碰见 这样大的鱼也难 所以呀 特地买了 羊起来慢慢用 若是热天打鱼的人多 或是年底起鱼堂的村子多 那鱼呀 就好买一些 如今去菜市瞧瞧 哪里找到我那么好 有那么便宜的鱼 那几两种的鱼 有啥吃头嘞 周围的人听了连连点头 不少人就上来 你撑一条 你撑两条 弄的那个花大婶 十分的犹豫 想着要不要再买一些人 主人家也不宽宇 外面看着光鲜 这日子还是要算计着过的 这鱼是才死的 新鲜得很 多买些明日就不用买了 于是 他又撑了两条鲜鱼 鲜鱼只要十四文一斤 看着空荡荡的木桶和篓子 再看看麻利的收拾 称盘的莱喜 正常和愣了半晌 好一会儿 才对他展开一个笑容道 莱喜呀 你可真是能耐了 姑父请你吃包子去 莱喜呵呵笑着点头道 哎 那就让姑父破费了 两人便赶着牛车 去吃早点 他们来到了面点小摊上 要了两碗馄饨 又买了几笼包子 坐下吃了起来 正常和吃人的包子 觉得味道好 心想待会儿买些带回去 给菊花跟他娘吃 正想着莱喜说道 姑父 以后呀 你们不能这么卖鱼了 正常和急忙咽下 嘴里的包子 奇怪地问道 啊 为啥 这不是卖得干干净净的吗 莱喜喝了口馄饨汤 舒坦地吸了口气 对正常和道 这个呀 也是凑巧 这两天天不好 卖鱼的就少 这鱼呀 又大又好 你该平日 隔三差五地 用网子网起来卖 用谁养着 火蹦乱跳的 也容易卖上架 到冬天 清鱼塘的时候 剩不了多少大的 就少卖些 也不容易跟着 起鱼塘的人 碰到一块 正常和听了点点头道 哎 这是个主意 卖活鱼好 今年的鱼塘还小 才搂了这么些鱼 要是唠得多了 怕是不容易买 平日里 用网子网些大鱼 送到青灰酒楼 也不用咱这样 拉着鱼到处转了 来喜笑道 嗯 就是这个话 吃完了 正常和又让卖包子的 给包了两笼包子带上 这才和来喜一道离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